英軍公開特種部隊抗共新任務 而擴大無人機集群 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 英國軍方官近日罕見公開承認 英國特種部隊正在準備進行新的秘密任務 以對抗中俄兩國 同時英國空軍將擴大部署無人機集群的計劃 據英國《泰晤士報》《The Times》在7月17日的報導 英軍指揮官托頓表示 王家陸戰隊將接手傳統上游陸軍特種部隊 空降特行隊 海軍特種部隊 特別舟艦隊 SBS負責的任務包括海上反恐 聯合行動等 因為這些特種部隊正在為一些新的高風險國家 對抗任務做準備 托頓聲稱 SAS和SBS顯然將所有精力 用於對抗那些大國對手莫斯科和北京 《泰晤士報》援引軍方消息人士的話稱 這些行動可能涉及一些政治上危險的任務 例如訓練南海地區各國的海軍 使其更好保護自己免受中共的傷害 更充分敢為擊退英國媒體稱為的中共敵意做準備 報導稱4,000人將進入這個部隊 預計特種部隊可能會與英國軍情陸處一起合作 監視俄羅斯與中共的軍隊同情報機構 日本與英國已就英國航母戰鬥群於今年9月在日本靠港一試展開協調 屆時英國航母戰鬥群將與日美海軍進行聯合訓練 預計英國航母戰鬥群的停靠地點將分散在日本4個地方 核心航母伊里沙伯女皇號將進入美國海軍在橫衰賀的基地 據英國《簡視防務周刊》網站在7月14日的報導 英國皇家空軍參謀長邁克威格斯頓14日表示 英空軍將擴大部署無人機閘群的計劃 威格斯頓說他對這種能力抱有未來主義紅心勃勃的願景 英國皇家陸戰隊準仗托頓日前首次公開承認 英國特種部隊作戰將在啟動打擊國家級別對手的框架下 將開始針對中共與俄羅斯進行新的秘密任務 威格斯頓在天空力量協會與倫敦舉行的全球空軍領導人會議上說 日今為止進行的試驗證明了這種能力的潛力 英國皇家空軍正在將這種潛力變成現實的道路上前進 另外美軍陸戰隊則在印度太平洋地區進行整篇 以及成立配備導彈和無人機的陸戰隊濱海作戰團 戰鬥重點也將轉移到印度太平洋沿海地區 以加強壓制中共 澳洲國防部重新整篇特種部隊賦予特殊新任務 印尼和美國在料內群島與巴探島的 戰略交匯區建立新的海軍訓練基地 與日本共同社報導 美國陸軍隊司令柏格在6月24日 在參議院撥款委員會上的聽證會上表明危機感 他強調與中共與俄羅斯的競爭趨於激化 整篇的速度不能令人滿意 必須進一步加快 根據柏格上將在今年3月提出的 2030年部隊設計 Force Design 2030計劃 美軍將精簡陸戰隊 未來陸戰隊將更加專注於島礁奪控 兩棲投送和區域拒止等任務 以在2030年代制衡中國 該計劃打算縮偏戰機數量 減少陸戰隊在地面戰的角色 以及成立配備導彈和無人機的陸戰隊 區情勢需要重新整篇特種部隊 並計劃在未來改由國防部或總理掌握總司令實權 報導指出澳洲這支新組織的特種部隊 將打破澳洲數十年來的常規模式 有關澳方總司令的職權重整 將會是澳洲75年來最重大的軍方和民間政務職權調整 重新調整後的特種部隊方向 是既要能應付緊急的常態作戰要求 同時也建立針對非傳統戰爭 特種部隊將在國內與澳洲反間諜機構安全情報局 合作防止國外干預行動 在國外 特種部隊也會配合澳洲秘密情報局 對付灰色地帶混合戰爭 特種部隊的任務 除了在澳洲找出攝取國家機密 試探重要建設的間諜之外 同時也要與太平洋地區的國家 薩摩亞、菲製、梭羅門群島等太平洋島國盟友合作 並與當地部隊合作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在6月28日報導 印尼海軍安全機關表示 印尼和美國在料內群島與巴探島的戰略交匯區 號資350萬美元建造新的海軍訓練基地 美國駐印尼大使金星庸在6月25日通過上線方式出席開工儀式時表示 該海軍基地的成立將成為兩國持續努力攜手加強該地區安全的一部分 根據印尼海市安全局聲明 金星庸說身為印尼的友邦和夥伴 美國仍致力於支持印尼發揮重大作用 透過打擊國內和跨國犯罪以維護區域和平安全 印尼海市安全局表示 此海軍基地位於馬六甲海峽和南海的戰略交匯點 將由海市安全局管理 此外 美國眾議院民主黨人 在6月29日發布了一項7,060億美元的五角大樓撥款法案 僅僅圍繞總統拜登為2022年財政年度提出的國防預算要求 該法案亦具備民主黨人同意的最高國防預算數額 眾議院國防撥款小組委員會主席麥科勒姆 在公布該法案的聲明中說 民主黨人已經為國防部確定了一個負責任的撥款水平 該水平保持了今日強大的國家安全態勢 同時對現代化進行了重要投資 這個將使我們在未來幾年更加強大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